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孩子都想家 加油虎妈猫爸 看徐璐会有怎样奇葩的成长经历 我妈是那种特别严厉 只要哭她说你给我站在旁边 只要我一哭 我爸回来就跟我爸吵架 我就觉得我爸替我报仇 我觉得我爸真的太爱我了 喝水都能差不多给我味到嘴边的那种 圣中好友神秘解身 节目现场互相挤队 猛量不断 她特别爱吃猪蹄 自己在网上淘饱淘肉 淘锅 我说你要干什么 她说我想吃肉 三姐全套在身上了 整个人是这样的 然后那鼻子上面全是水珠 在飞机上睡着打人家 把人给打完了自己醒了 都是她干的事 今晚非常近距离 带我们一起走进徐璐的纯真世界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非常近距离 你们好 欢迎大家 栏目由药宝 是一位是一位是海尼面膜 独家冠名 同时要感谢极致美机面膜 领导品牌 蜜乐儿对本栏目的特约 播映蜜乐儿极致美机 幸福开启 那今天我们要请到的 这一位呢 一说是在我访问的 嘉宾年龄中比较小的 但是她的热度又是非常高的 我在微博搜了她一下 她每发一条微博 下面的留言和点赞数 都是万级以上 然后一看出道下鼓一跳 十三四岁就开始演戏了 但是我们希望她首次访门 是在非常近距离 所以我们现场 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 徐璐有请 哈喽 哈喽 孙姐好 哈喽 大家好 你好 徐璐 孙姐好 你好 我要给你个抱抱好不好 因为新人都会紧张 所以要放松一下 我非常紧张 我从早上就开始拉动作 然后我特别怕我说错话干嘛的 而且你看上我们节目嘉宾特别有意思 只有两类人穿运动鞋 一类是四十五岁以上的艺人 爱谁谁了 不要舒服 反正你请我来的 还有一类是二十五岁以下的艺人 说 姐就是青春 对 所以我不需要 穿上就是很舒服的那种高跟鞋 因为我穿高跟鞋不会走路 然后我又紧张 所以我想说那我赶快穿个舒服点的 我们先来欢迎许璐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能近距离将与我们一起分享她的精彩故事 看完自己的简历觉得自己挺牛的 干了这么多事了 没有一谎言感觉好多年过去了 所以你其实算是老艺人了 我总也不能说就是从十三岁就开始演戏 你看你十三四岁出来演戏 现在就有名了 你想再演完十年 大家都觉得你出道好久了 其实我拍完《红楼梦》以后 我就有两年以后就没有拍戏 就一直在学校上课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没想当演员 因为那种学舞蹈的心气特别高 觉得学舞蹈特别牛气 就是那种每天见人 我学舞蹈的 其实才能有专业 对 就我有专业特别气的那种 你从多大就开始跳舞了呀 四岁 很小那个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还坐的那个 就是后座上有坐坐的那个东西 那个就自行车后面按一个 对自行车 我妈每天就带着我 然后骑自行车 然后就把我送到那边 然后爸妈都要陪着我 就别的小孩都需要就是 在教室外面 我妈都在教室里面陪着我 你喜欢吗 一开始不喜欢 因为要压腿 那后来老师表扬多了 我觉得孩子就是给我自信心 天天说你特别棒 就算不棒 我也觉得我特别棒 然后棒棒棒就觉得 好 我这行特别优秀 然后觉得自己就 有那种骄傲感 然后觉得特别棒 然后后来才搞了舞蹈专业 许鹿是次次春晚做过半舞 对不对 对啊 我们今天有的视频 大家要看吗 许鹿小的时候参加春晚 来 好小啊 好玩吗 第一次还记得去春晚后台 就懵懵的 就是老师带着一群人 然后去了 去了也不知道干嘛 也不知道演出 反正老师说你该干嘛 就是上台了 然后练节目了 每天都有一个生活老师 跟着我们 然后也没概念 也不知道春晚是什么 但知道会见到很多明星 对 有印象最深的明星吗 在春晚上 刘德华 甩 你们有没有跳到刘德华跟起来 你还去跟他照相 然后还有成龙 我特别喜欢成龙 成龙你是在哪儿见到的 你是在后台 然后很多人找他 就是去合照干嘛的 我就默默地钻到那个角落里面 拨开人群 然后想说能不能单独去摸一下就好 然后他踩了我一脚 不小心 不小心 他踩了我一脚以后 我就觉得那双鞋格外的珍贵 你不会鞋爱留着吧 真的留着 我是真的喜欢 我知道你怎么红了 被成龙踩了 你中头踩了 下次成龙大哥来了 我一定要采访的跟他说这事 所以小的时候你爸爸妈妈 他们自己是跳舞的吗 没有 就家里只培养了我 我也不知道我妈为什么就送我去了 就好像因为 就觉得应该女孩子学恋恋气质 然后我也不爱说话 就觉得送到舞蹈班以后 能打开我的一些人缘啊 能让我跟人家交流啊干嘛的 有些小朋友就是特别活泼 我是属于那种就放 我妈说你在这坐着 然后如果我妈不回来 我可以一直在这坐着 特别听话 特别傲娇 然后别人都我也就看一眼 就继续坐着 你就是独生子是吧 对 我妈是那种特别严厉 就是我学舞蹈都是我妈 就逼出来的其实 小的时候不让我哭 只要哭 她说你给我站在旁边 我就 就憋着就生把眼泪往肚里憋 然后只要我爸一回来 我就哇的一声就开始哭 因为我知道我爸特别宠我 只要我一哭 我爸回来就跟我爸吵架 我就觉得我爸替我报仇了 妈妈都特别 真的是特别严 不让我哭也就算了 她就是那种 我生病以后 她都不管我的那种的 就是 她让你自愈 对 她也不够吃药 我记那个时候小的时候 我生病 我就闹啊 我就说妈我难受 然后我妈说 那时候在军夜 说没事 上宿舍睡一觉 然后下午该干嘛干嘛 就是不管我那种 但如果患动我爸的话 肯定就拉着我去医院了 给我打掉点滴啊干嘛的 就两个人特别极端 他们两个会因为你吵架吧 我觉得别的事 应该都不会吵架 只能因为在你的这种问题上 全都是我 我小的时候比如说 裤子特别湿 然后我说妈 我不想穿这裤子 让我妈说 没事穿腿上 一会儿就干了 因为走走 不就有风吗 然后用特别的气 跑到我爸那儿说 爸这裤子湿了 我妈非让我穿 一会儿穿的腿 难受怎么办 然后我爸就拿着裤子 去跟我妈吵架 我就站在床中间看着 他们都说 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 小情人 我觉得我爸这太爱我了 就各种溺爱 有的时候我都觉得 过了 比如说 小的时候 我们不都上一年级 有早读课那种吗 然后 我每次就睡过头了 像一般家长肯定就是 赶快起来 赶快起来 我们送你去上学啊 干嘛的 我爸看了一眼 然后默默说 那就再睡一会儿吧 反正都晚了 然后就再睡 睡一会儿起来说 那我们去吃个早点吧 就带着我去吃个早点 吃完早点以后 因为前两节是语文数学课 要不就数学语文课 然后就推开教室门 也不跟老师说一声 一般都说 不好意思来晚了 我们孩子怎么怎么着 我爸也不说 就觉得学校 他们家开的 然后推门说 进去坐着吧 今天像宫廷去 你就当当坐那儿的 我就默默走进去 那个时候 其实我心里也喜欢 不要跟老师说一下 老师会不会不喜欢我 怎么怎么样 就真的是那样 我爸说 请进去坐吧 好好上课 爸一会儿下课来接你 他都会接 他都接 而且我爸单位人 跟我说 就说 我长大以后跟我说 他说你爸 你都不知道 你爸我多爱你 把你送去学校以后 因为我爸他们是 巡逻那种看树的 然后他就会 在我学校附近 绕两圈 然后就停在 我们学校门口 然后就在等着 就等我放学 然后把我接回去 我就小学 就没有自己走过 像你爸爸我在想 他是一个 多么温情的男人 一般男人不懂 这些粗粗拉拉的那种 我们家是完全反的 我爸就各种 比如说我喝水 都能差不多 给我味到嘴边的那种 现在不会了吧 现在也这样 现在还 我长大以后就 他失落感特别强 就是觉得我离开他以后 然后就是 觉得他帮不上我 平时会发微信吗 每天 会 但是我拍戏的时候 有时候特别忙 然后我有的时候 大夜 然后也不好意思跟他说 就怕他担心 但他每天都会问我 你睡了吗 我说我还在拍 他说赶快收工啊 我说这也不是 是我们家的剧组呀 他说 他说你不睡我就不睡 他就会跟着我一起 陪着我熬夜 这种话 这太有意思 你不睡我就不睡 就特别赌气 像孩子那样 然后弄得我也特别 我说我收工了 其实我还在拍 就不敢跟他说了 你上那个真人秀 你爸看吧 看 我特别想问你爸 啥感受 比如说将来 你真的谈恋爱了 你爸 这道门槛肯定是很高的 我一开始去的时候 他就特别疯了 他就不想接受这件事 对 然后会说一些什么话吗 就是发微博的私信 我也很奇怪 然后就发私信 你说爸 微博私信管理员 都能看到 然后他说 你们两个 因为第一次见面 就会有一些肢体触碰 他说 是不是太快了呀 我就说 我也没回 我说爸 你怎么不给我发微信 他说因为看 他也刷微博 你看网友都说 你们俩太快了 可不是我说的 就是那种的 他就觉得是别人说的 对 我其实在想 特别有意思 你看我做访谈节目 有的时候 我就觉得一个人 他的成长 一定跟家庭有关系的 那你就是从那个 是在当地学舞蹈吗 对 然后后来是考到军 军艺 解放进入学院 几岁过来的呀 十岁 特别小也是 十岁 集体生活是什么样子 特别恐怖 我们那一波 都是十几岁 然后所有人 都是家里的小公主 然后所有人也都不会 去做一些家务啊 洗衣服啊 洗袜子 那时候真的都不会 上了几年呀 上了五年 那几年的生活 你再描述一下 是什么样子的 当离开家的时候 我就特别庆幸 我就想说 哇 我终于离开父母了 我有 就是我以后 可以自己管自己 不用他们天天盯着我啊 不能吃这个 不能吃那个 不能干这 不能干那个 然后让我去跳舞 然后但 当我真的去 融入到这个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我特别不适应 因为没有人给我 干嘛 干这个 干那个 也不会提醒我 然后我记得 军训的时候 然后所有人 都要打包那种行李 特别沉 我爸就跟我妈说 你去度 你去帮他就提一下 然后他所有那个 就是教官都在旁边 就不让提 然后我们上车以后 就那一刻的时候觉得 哇 我要离开家了 然后 家长就在底下哭 我妈没哭 我爸在旁边哭 然后就他们在底下哭 我们在车上面哭 而且所有孩子都在哭 去军训的时候 每天特别哭 就是五点钟要起来 然后要叠被子 是二十多个人 住一个集体的宿舍 然后有一个孩子说 我想家了 所有孩子都想家 就那种气氛带动的 然后所有人都在那边 早上五点钟 就一直在那哭 哭好长时间 然后看到班长来了 就开始骂我们 不许哭 我们就憋着 就那时候 那段日子还挺苦的 但是就适应了 人的适应能力很强 对 对 你发现最后 你什么都可以做了 对 人情世故呢 你觉得你是那时候懂吗 完全不懂 那个时候刚上 因为在军训表现特别好 然后回去 老师就给我当了一个班长 然后当班长 我觉得我自己是瓜了 我就要管起来 那个时候哪懂 我觉得还就管 就是要特别 你该干嘛 这个该干嘛 那个该干嘛 然后特别小 就不让大家吃早饭 你为什么不让大家吃早饭 犯错误了 好像是犯错误了 你就真不吃早饭了 而且我也没吃 你想人家恨死你了 真的恨我 后来 后来我三年级后 就不是班长了 肯定人都造反了呗 对 挺有意思 我觉得这几年 爸爸他会经常 和妈妈来看你吗 什么的 会 就我上学的时候 他们差不多一个月 就会来看我一次 尤其我 我妈那时候 看的我比较多 就不让我爸来 我爸来的话就走不了 你想过像今天一样 会拍戏 然后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吗 从来没有 你就 那你们总的有未来吗 你们想到未来是 我的未来 就是像杨丽萍老师那样 就常跳孔雀舞啊 然后因为那种学舞蹈嘛 就一定要上 上台跳独舞啊 然后 就做一个舞蹈家 四岁学习舞蹈 连续四年 参加中央电视台 春节联邦晚会 徐璐坦言 自己曾梦想 做一位像杨丽萍一样 出色的舞蹈家 然而 阴差阳错 一次偶然的机会 改变了徐璐的人生轨迹 2007年 年仅13句的徐璐 因优郁的外形 被新版《红楼梦》 剧组看中 出演少年 薛宝琴一角 小小年纪的徐璐 虽然没有什么表演经验 可他清透自然 不雕筑地流露 为他今后的演绎道路 奠定了基础 你绝对是出道 很早了 已经是 那时候也稀里糊涂的 也不知道干嘛 就对拍戏 没有概念 不知道拍戏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 拍了有 断断续续 有一年半 然后那 那个期间的时候 就老出去拍戏 班主任就 班主任还有专一课 老师就特别 不喜欢我了 就觉得 你到底是要跳舞呢 还是要演戏呢 就那段时间 然后后来 我是那种 老师越表扬我 我就越努力那种 老师不理我 我也就彻底放弃这门课 就整个 到后半年 我就特别不想上 然后再加上 那个时候膝盖 然后腰都不好 你的腰怎么了 就跳不了呢 就歪 就侧歪 然后医生说 如果你再练 你会更严重 我爸又心疼我了 说别干了 我就默默说好的 然后后来是 我毕业那年 有一部戏 然后让我来试镜 然后是 那个时候是 什么戏 山楂树之恋 你试了 试了 也不叫试 进去以后 就把我吓着了 很多人 就很多演员 然后大家都在那边 试戏 我那时候不知道 什么叫试戏 因为参加 《红楼梦》的时候 也没有 就导演看一眼 就上去演就好了 然后但那个时候 就好多人 坐在一个沙发上 然后就开始 两个人试戏 然后就哭得 稀里哗啦的 我进去我就说 我就进去傻了 我觉得 演员要这样吗 然后我说 那我不要演了 然后后来 那个演员辅导 看我太小了 那时候有15岁吗 他说你录一个 自我介绍就好了 我就说我叫徐璐 举了一个名字 我叫徐璐 今天多大 怎么怎么样 然后还说不利索 然后就莫名其妙地 把我带到了这一行 那你到现在 拍了哪一期部作品了 就是自己是重要角色的 我自己都觉得挺重要的 但有的时候 舞台上面都没有我 那个时候 经理人跟我说 他说你去演一个戏 是单元女一号 我说单元女一号 那多好的戏啊 然后就去了 然后拍点特别苦 然后到后期的时候 我在看的时候 就发现 镜头特别少 然后到最后 名字都没有我 我说不是单元女一号吗 那时候会失落吗 有一点 我觉得我特别辛苦付出 然后就大家都不知道 现在才明白 其实不管你怎么演 剪辑是在导演手里 对不对 对 要跟导演搞好关系 应该不会再出现 这样的情况了 然后现在 知名度越来越高 只会把你的戏 不断地撑吵 对 就是熬过来的 对吗 也不行 我现在还新人 就还在努力吧 我觉得把自己演下的每一步 都走得踏踏实实的路 我们今天其实 刚才讲的很多 都是跟 徐璐的一些经历有关 我们也采访了 他的两个朋友 其实是跟他的这个 合作过的 听听对徐璐的 性格上的评价 我们来看一下 他不怎么爱讲话 然后 就是据点网 问他要不要吃饭 不用 要不要喝喝水 可能不用 就是 因为我跟他有感情系嘛 然后导演就叫我说 要跟他多一点互动 但他都非常的冷淡 但后来 就是慢慢比较熟就比较好 他蛮多口头餐的 第一个他 很爱找妈妈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是有什么 虫子啊 或什么蟑螂 跑过来 飞过来 他就说 哎呀妈呀 哎呀妈呀 不然就是说 阿萨 我们Lady Gaga 他超多口头餐的 都不知道从哪里发明出来的 之前我 我们去拍一个外景 然后他住隔壁房 突然半夜他大叫 我想说是什么 什么 是有坏人来吗 结果没想到只是一只蚊子 他就叫整栋楼 全部都感觉要火灾 要逃跑的感觉 我觉得徐璐呢 是一个活泼可爱 然后没有什么女人味的女人 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这个女孩呢 经常的叽叽喳喳的 然后特别吵 她的声音就特别特别的 让人听到觉得烦躁 但我不讨厌她 她说你没有女人味 对啊 她就喜欢那种那个 无辜的大眼睛跟她说 对 她有一次 我们有一次拍 就拍下水的戏 然后她就直接就说 我在台 在下面演了五分钟 上来演了二十分钟 就特别怼我的那种的 因为我特别怕水 所以我下去以后就有点晕水 当然又要求说 你要整个头埋到水里面 然后要起来 起来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就 不知道在干嘛了 然后上来的时候 是他们把我抬起来的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她就跟我说 哎呦 在下面演五分钟 在上面演二十分钟 你也是高作的 特别查我 我说我是真的那个 她就这种就 朋友 就说到今天呢 我们要请这个 两位她跟她这个 生命中比较重要的人吧 一位是好朋友 一位就是 发现你的经纪人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 想让大家了解徐璐 她们两个人的出场 变得特别重要 让我们有请参见 还有沈梦诚 欢迎两位 敬姐好 哇 你们俩上来我轻松多了 感觉 你觉得你刚才 没有 你们在后台看 你觉得她紧张吗 紧张 我们也紧张 所以就抱个东西上来 就 我觉得露露是那种 上台之前紧张 但是上台后就发挥 挺自然的 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两位啊 露露 这位经纪人 蔡念 蔡念 这位好朋友 孟晨 欢迎欢迎 没有刚才那个 就是我们有两位男士 其中一位男士爆料说 其实她没有特别强的女人味 对吧 露露是这样的 我第一次见到她 我记得那个场景特别清楚 是那个 妻子的谎言 那个开机仪式 开机饭的时候 那所有的演员都叽叽喳喳的 她一个人就特别乖 然后一个人默默地 坐在一个角落里吃饭 也不跟我们说话 就那种气质 就是清新脱俗 就是我就被她吸引 她不太爱说话 然后我又是一个爱说话 她是不是觉得那天不好吃啊 所以 可能是的 她特别爱吃 完了 完了 你这都变相在 而且她特别爱吃猪蹄 好厉害啊 爱吃肉 爱吃肉 特别爱吃肉 在剧组没肉吃肉 自己在网上淘宝淘肉 淘锅 淘完了放到剧组 我吓傻了 我说你要干什么 她说我想吃肉 然后还淘那种 韩国那种酱啊 料啊什么的 然后就是很晚很晚 收工回来 夜里十二点了 就在那个房间里面 有一个那种 就是开放式的厨房 她就在里面烤肉自己 自己啊 烤完了就叫我们 都别睡觉 你来吃肉 她那种就是外表 看上去挺女神的对吧 但其实神经特别大条 因为我签她的时候 她是不说话的 我以为我签了一个女神回来 结果把我给骗了 性格总结的第一点就是 性格大条 特别大条 你觉得她大条的事是什么 哇她真的特别大条 就是她经常走错厕所 我跟你说有一次 她我跟你说像我们走错厕所 是因为我们在发短信 可能没看到 但她也没有发短信 她就直接走进去 也不知道她当时在想什么 然后有一次 还就正好碰到 我们导演在上厕所 然后我们导演 特别不好意思地出来说 徐璐 你想干嘛 你有分析过 为什么会走错吗 就是 就是 我也不知道 就不知道 她当时在想什么 就是放空的 对 她经常这样 前天也是 也怪人家 我们俩从楼梯的那个坐电梯下来 我们俩在电梯里面 就在中间楼层就停了一下 就进来一个女的 然后呢 人家喷了一身 特别浓的香水就进来了 然后真的是跟我们面对面 就那么近 就是那么站着 她当时拿着手机在发微信 第二脑袋 哎呀 怎么那么香啊 怎么这么香 我当时就懵了 因为那女的跟我就那么站着 我当时我也受不了 那女的哗 脸就红了 我就马上看她 她才意识到 马上一抬头望着人家说 嗯 不过挺好的 人家就更不 就一下就受不了了 然后就出去了 人家直接就 还没到地儿 人家就出去了 因为我没意识 就是我是那种 就啊 好香啊 我好像 我只说好香啊 然后好香啊 然后我觉得 有样不得劲 她就因为特别干 人家突然脸就红了 就我就看着 我没意识到有人进来 脸从白的变红了 她旁边 总的有一清醒的人 对 必须要时刻牵着她 对 就需要这样 然后你们两位谁说的 说她拍 她没事总会拿一个滚筒 在自己脸上 滚来滚去 她 她就是 你知道就是那种 五六年前流行的一种 瘦脸的方法 应该大家都有用过 滚择 对 就是那种 对 她因为她老嫌弃自己脸大嘛 没事就拿那个滚筒 在脸上不停地滚啊滚啊滚 然后呢 就是我们每次照相的时候 录录录录一起照相 她每次照相 大家都有注意到吗 就是这样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你别说她呢 我们还都说一 二 三 是不是挡脸 没有 就是我们 就是观众 有的时候给你合影 都是 现在观众真惊 一给你合影 唰就躲你后面 对 我现在也特惊 一 二 三 比谁更挖 对不对 对 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无脸啊 我躲得没人家 快就无脸啊 下期观众再给你合影 一 二 三 然后那个 我们还问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经纪人说 说有一次 皮箱穿不下衣服 她就把三件 超级厚的衣服 穿在身上 来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 来 好 我当时在办托运 她也在办托运 她呢是一个 特别不爱麻烦人的人 还挺好 然后我当时是在接电话 我把我的箱子放上去之后 我就接电话了 我就背对着她 等我再转过来的时候 我当时就傻了 她那么瘦啊 我跟你说 当时一件棉袄 一件那种羊绒大衣 还有一件羽绒服 三件全套在身上了 整个人是这样的 然后那鼻子上面 全是水珠 我当时在头发 我你干嘛呢 他说放不下去 超纵了 我那根本都穿上 我怕麻烦 我怎么那么傻呀 我待会晕了怎么办啊 后来又一件一件脱 不是傻 我觉得她这个优秀品德 不愿意麻烦别人 都穿自己身上了 对 主要是不愿意花那个超纵的钱 对 不愿意花超纵的钱 比贵的 超纵比贵的 我就想说 那我就穿身上吧 我跟你说 从来不逛什么大牌 名牌 永远逃宝 所有东西都在晚上逃的 她有一部分呢 就是 就是逃得挺烂的 她就是逃过一个 给我送的一个 那个泳帽 我至今都没敢戴过 哎你明明说很好看 然后我就去敢买 她说 那个时候 没有 那个时候 宝贝 那个时候不熟 我当然要着 哇真好好看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戴 都是你的虚位 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就是 就是 就是上面 上面开满了玫瑰花 这是泳帽吗 这是一个 我跟你说 这是铺平的 它可以打开 它就像一朵花一样 就戴头上 我觉得这个唯一就是 它下水会蔫 所以戴上以后 特别像美洋洋 所以洋气 而且戴上头 我本来头就大 然后我 那个时候去学游泳的时候 就买了这个泳帽 我觉得特别洋气 就我全游泳时 我肯定淹不死的那种 因为大家能看到我 没有 你老弄这个泳帽 人家就老认为 有漂了雾 人家拿一桌子 勾上来 第二个就是宅女 宅也特别宅女 就是你 徐露你讲一下 你这个 没事的话 多少时间在家里 只要没事 我都在家也在这儿 我不喜欢你出去 我跟你说 他每次在那个 我们就是在那个拍戏 只要没戏的时候 他就在家里 就是给自己 就是淘宝堂那种拼图 而且是那种特别难的那种 就是什么世界地图啊 就这种类型的 就是很难很难 你觉得老外都爱 弄这拼图啊 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拼不好 还会自己跟自己生气 在家边拼了嘴 我其他天刚拼了一个 他是那种立体的那种 就是那个公仔 然后都全拼完了 然后我一晃 他就全倒了 因为我家有情有谱子 他自己真的拿个手 拿个笔在那儿 一二三十五 在那儿数 数完的给标上去 然后拿手在那儿 一个音一个音地蹦 然后我从来不理他 后来直到有一天 突然跟我弹了一 就一段音乐出来 把我吓着了 我说你什么时候摸出来 他就没事自己在那儿 一个音一个音崩出来的 我觉得徐璐是反而对这种 专业的 你看什么拼图呀 比如说钢琴 他不会 他用他自己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一点点 能琢磨出来的 其实学钢琴是 是因为觉得男生 就是弹钢琴特别帅 然后我觉得 找不着这样的男朋友 就自己成为这样的人 就挺好的 然后不弹钢琴男朋友 你这是去哪儿找的 因为学院附近到处 你飞去中关村那边 科技园那边陪着 我们看下一个 不在乎形象 特别不在乎 他就不太在乎自己的外形 出去也是 我们在外面拍接拍 那衣服都大嘛 样衣 后面甲一六甲子 然后就过路的那些路人 就拿着手机那拍 你换到别的演员 可能想说 不要拍后面 不好意思 要不然让工作人 你快去说一下 不让拍 他没事走过去 你帮我拍漂亮点 对 这还好 他就这样 最重要的是 他每次跟我们拍照 就是这样八经拍 他不愿意 他一定要是那种 就是半丑 就是那种 一定要是最丑的 你看没有一张正常的 几乎没有 全都是属于那种 就我能理解 因为就是说 没有正式场合的时候 乐乐特点 其实是一种舒服 好多跳舞的人都这样 一大背心 一断过 对 他永远这样 我看林小冉就那样的 永远能摸着 我说 对对对 他说 金姐我这样可舒服呢 我吃面 我觉得必须得这样吃 还抬着 我说平时 那女神哪 都说 哎呀那样不行 这样特舒服 但我觉得爷特真实 你是不是 你们都是因为跳舞吗 我觉得跳舞 老师每天都拿那种 过着抽着 必须就站着别急 我们那时候 一年级的时候 我记得上军 就天天站着 我都站睡着过 就一直站着 然后老师还过来打你 然后到平时的时候就 能放松就一定 他读剧本 他的脚在上面 那么呆着 就是他 但你们谁爆料 他跑到广场舞 就是广场跟大巴 还跳广场舞 拍戏的时候 因为什么 太累了 一个是太累了 因为他从开始 拍戏到现在 他永远是剧组 最小的小孩 就是跟那些 都玩不上 他就只能是拍完戏 要不就回 就是屋里面 要不淘宝 他要不自己在屋里唱 就是拿着那个 当时叫什么 唱巴 自己开着 在那自己嗨 然后呢 要不然就是超市逛完 看到一帮老太太 那个广场跳舞 就过去了 然后助理说 你别 待会儿人家拍你 没事 没人看我 永远说 没人看我 结果就别人拍了 特释放 特开心 我觉得他挺不容易的 他有什么最小的小孩 他不爱麻烦别人 他就是平时 比如说白天 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 他都会憋在自己心里 他不愿意说 就是平时白天 要受到一些委屈 都会憋在心里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全释放出来了 就说梦话 骂人 在飞机上睡着 打人家 把人给打完 他自己醒了 都是他干的事 真的真的 旁边的人你认识吗 不认识 万一是个企业家 哎呦 所以就说梦话 然后无意中 我会这么的 然后就打到那边 我下次看旁边的人不顺眼 我也假装的 然后起来 我压力太大了 太有意思了 来我们看看最后一个 是什么 自嗨 对自嗨 天天在屋里自嗨 晚上我睡觉了 他就在客厅 一个人弹吉他 我说你小点声 我说这隔壁那么多人 待会人家来投诉了 能弹大半夜 就自己一样 是自己学的吉他 就找老师学了 四五六四五堂课 为什么呀 因为那时候 我觉得男生弹吉他 特别帅 然后我自己又去学了 他好多动机特奇怪 男生弹钢琴特别帅 男生弹吉他 你去找一个男生 弹钢琴弹吉他 然后都要自己学会 那不是他就变得不帅了吗 我就变得很帅 不靠别人 对就不靠别人 反正我自己有的时候 觉得好的时候 我就会 没事就去学学 对对 你有视频吗 来看一段 有没有爱上许璐 有没有更爱上他 有点 我爱你这种感觉 我也爱他这种感觉 我觉得特别启范儿 尤其帽子歪戴的 我们喜欢的男生 也是这样的 没有没有 我觉得特别好 而且我不觉得 你好像要在弹琴 说我要跨入哪行啊 我刚才感觉 徐璐在弹琴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一个 二十岁的女孩 在自己的生活 这种碎片话当中 在跟自己聊天 对话 就像我们二十岁的时候一样 今天喜欢骑摩托车 明天喜欢唱歌 后天喜欢玩一个乐器 他刚刚二十岁 从出道就要被讨论 有人喜欢你 有人不喜欢你 甚至骂你 跟我们那时候 成长起来不一样 所以徐璐做好了准备 迎接各种生意了吗 我从十五岁开始 就让大家知道 就是一直被关注着 我觉得就是 还挺幸福一件事情 大家监督着我成长 然后不好就说出来 我真的会看微博的评论 所以你们的评论 其实我都有看 骂的我也有看 然后骂的我就 现在就笑一笑就过去 然后以前会就是那种 自己骂两句 你干嘛骂我 我根本没有这个样子 但现在就会觉得 算了吧 没必要了 两位有什么要跟她说的吗 其实她的那个 就是感觉和她的条件 还有她的气质 是就是在 我觉得是在这个 就是比较浮躁的娱乐圈里 很少看到的 所以我希望她这种 如沐春风的这种气质 然后这种感觉 就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你呢 我有一天跟她发了一个微博 我爱着她 我说你要好好养自己 什么意思呢 我说向游新生 你一定要内心要比较健康 你的笑容才会一直延续下去 我有跟她讲过 你说我希望你能够 一直把自己养得好好的 你才会一如既往地漂亮下去 我特别喜欢你对她的祝福 这都已经是 听过好多经纪人说 我希望你有更大的发展 什么的 然后你这个是特别 特别有禅意的一个祝福 明白 今后我们请你们两位 表演一个节目吧 因为你不是说自学钢琴吗 对 对 我们因为那天编导 跟我们沟通完说 演个小节目 对 我们花了两个半小时 从不会到会 然后我们准备了一个四首年谈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 用专业来表演 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好玩的 我们就现学现卖 对 体现我们的真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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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特别高兴 然后请到徐璐 还有他这个最重要的两个朋友 一起来到节目 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合照赢好吗 好 来 我们站到前面 本来母游药宝 11位11位是海尼面膜独家冠名 同时感谢极致美肌面膜 我领导品牌 蜜蓝儿对本栏目的特约播映 蜜蓝儿极致美肌 幸福开启 我们请粉丝吧 新花送下来 谢谢 耶 领寻心舍利 住在飞墙 前距离 你就是绝对 你就是绝对 我就是绝对 我飞墙 进 距离 聆听新的车声音 飞墙 进 靠近距离 星光闪耀着奇迹 领寻心声音 住在飞墙 无论 靠近距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